不要怨了 你真撞弄我是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GCC Force Studio的皮卡啦 一提到呢 那个德国名表呢 就让我想到 很神秘这两个字 因为就算从最顶级到最入门级 不理是什么德式品牌 它的表做得再好 但都很少会一直大肆宣传 或一直不断啊 推广很多那些活动 不是我讲的啊 这个是小刚讲的哈 几乎给人感觉就是要告诉你 好东西不必搞那么多花样 不必那么多 pattern 懂的人一定懂 这样是不是 所以小刚也想让喜欢表的朋友 知道好的名表品牌 不只是来自瑞士制造 德式的品牌呢 也是很讲究那个quality 还有它的那个字表技术很多 也是来自当地德国一手 生产到完成的 电汤级的品牌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 再下来 格拉苏蒂等等 那么一说到 入门这两个字的 德国名表品牌 大家会立刻想起 哪些有名的品牌呢 这几个非常有名的德式名表 永恒我在很多老中表店啊 都看过它的那个古董中 不是手表哦 是中哦 这一个呢 过百年的 制表老品牌 在目前一直都有推出很值得看的系列表款 其实包括风格 也就是永恒做的最有声有色的一个系列 也就是眼前看到的这种非常言论的造型 特大的拱形 玻璃表径 几乎没表圈的表壳设计 简约到极致的风格 这些特色都是源自于20年代 在德国就已经流传下来所谓的Bowhouse风格 这一个Bowhouse风格呢 Worktime的表款 算是我看过最简约的Worktime表盘设计 恰恰适合给不喜欢表盘 做得密密麻麻 复复杂杂的朋友 其实很多朋友都很享受一支Worktime功能的表款 可是每次一看到 那么多复杂的表盘就笑不了手啊 对不对 我知道小刚呢 是不喜欢表盘复杂的那种设计的 因为呢 我看过他的收藏啦 其实我不知道了 那个搞是谁给我的 算不算啊 我算不算啊 40.4mm的表壳 厚度仅仅只有10.5mm哦 拱形蓝宝石表镜 也做了双层的防旋镀膜处理 背盖可以看到哦 他还做了透背 永恨用了J820机型 也是SW Serida加了Worktime功能的一颗机型 耐操又耐用啦 走时稳定 问题少 就是最大的优点 不知道朋友们呢 喜不喜欢这样的Bowhouse风格呢 留言给皮卡之道 在下面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不要让我笑了 哈哈哈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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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